国内今天再新增一例儿童重症个案 是一名四岁女童 她没有慢性病史 发病之后出现了发烧 全身抽搐症状 送医之后发现是合并脑炎 肝肾脏等多重器官数据异常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她也是国内第三例儿童染疫 并发脑炎的重症个案 由于孩童重症的病程发展都很快 指挥中心也提醒 特别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出现高烧39度以上 持续超过48小时 合并发冷超过12小时 未进食 未解尿或者是退烧之后 活动力不佳等状况 就是警讯要尽快救援 疫情来势汹汹 儿童染疫比例跟着攀升 19号国内再增第7例儿童重症个案 唯一名四岁女童无慢性病史 发病当天出现发烧 还有全身抽搐等症状 送医后发现是合并脑炎 最后诊断肝肾脏 多重器官数据异常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他也是国内第三例儿童染疫 并发脑炎重症个案 病程也算是进展的很快速 在当天发病 就当天开始出现这些抽搐 五岁以下幼儿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些症状 要注意是不是有可能是 病发脑炎的一个前驱症状 接连三例儿童重症个案发展病程都很快 指挥中心公布孩童五大就医警讯要特别注意 像是发高烧超过48小时 合并发冷 退烧后活动力也不佳 持续呼吸急促胸闷 呕吐腹痛等或超过12小时 胃进食胃解尿 家长就要提高警觉 如果小朋友已有抽搐意识不佳 也要尽快送医 尤其是有气喘肥胖 糖尿病先天神经系统等六种疾病的儿童 都是确诊后容易重症的高风险群 BMI指数是落在肥胖的这一群小朋友 他们在感染之后 住院的风险会达到三倍以上 最好预防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而日前民众疯抢话谈药NAC 有小儿科医师发现药快被抢光了 即喊话外界不要跟小孩抢药 且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 证实NAC有预防重症或死亡的效果 患者有需要 最好还是寻求医师诊疗 记者综合报导